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盼望对个人和整个族群都是非常重要是不可破切的 当人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 现在活着就显得苍白毫无意义 没有意义感很容易陷入细节 烂交 忧郁的情绪甚至自杀 这次疫情之后不少人从事非典型的工作 就是不固定的工作的时间的工作 比如说外包 管齐贺约 外卖等零工 由于工作的限制不稳定 他们不知道明天是否还有工作 这样的担忧会进一步造成心理上的压力 不安和忧郁 反过来 那些拥有生命自主性的人 就是他们财富自由 他们不惜担心明天的人 他们就比较容易快乐 然而忧郁症不是个人的问题 而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的问题 当我们没有办法解除社会的困境 家庭和教会的群体 必须寄以忧郁症的病患者真诚的帮助 让他们在家中 在教会里感受到 亲情和神的爱 圣经说 在爱里没有惧怕 而是安心 因为在爱里 他看见了希望 有希望的人一定不会患上忧郁症